外来种埃及圣旋又被称为是巫婆鸟 经常侵占其他鸟类竹巢帝 还有抢夺食物资源 在野外环境它繁殖力很强 没有天敌 容易造成地区的生态失衡 台东县政府为了维护生态环境 密切监测埃及圣旋的踪迹 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埃及圣旋 立刻通报县政府 会尽数派员追捕遗除 计划年之后 近日有媒体报导在屏东 也出现埃及圣旋的踪迹 显示入侵生态影响日趋严重 台东县政府为了维护生态环境 密切监测 若是发现埃及圣旋将尽快移除 也请民众协助若在县霞地区 发现埃及圣旋立即通报宪布 便于派员移除 外来种的埃及圣旋又被称为巫婆鸟 身体全白厚与黑色 头部到颈部为黑色裸皮 嘴会为黑色 会长且下弯犹如镰道一般 脚也是黑色 飞行时双翼张开后 边有一道黑色羽毛 而它喜好栖息在田区及湿地等地方 但是因为与本土原生的小白鹿 牛背鹿栖息地需求一致 常常侵占它们的竹槽地 及抢夺食物资源 在适应生态环境的能力上也非常的强 在野外环境繁殖力也非常的强 没有任何天敌 容易造成所属地区的生态失衡 是个非常强势的外来种 台东县政府农业处表示 为了避免埃及圣旋入侵台东及繁衍 进而造成生态环境失衡 影响全县原生鸟类的生存空间 政府也会全力来防范 也呼吁民众 若在县霞地区发现埃及圣旋的踪击 欢迎拨打1999专信 通报政府 一例尽数派员追捕移除 维护台东的在地生态环境 记者判这一综合报道